哈囉各位學員們以及球友們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去方正你的桿面 在做擊球的一個準備 我們都知道在瞄準的時候 我們的球桿擺放的一個目標線 跟你在腳站的一個站姿線 希望站姿跟你的目標線是能夠 我們講alignment 是能夠平行的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畫一個圖會比較明顯的地方是 我先用推桿來說明好了 這是我們的站姿 我們的腳的腳步站姿 希望能夠平行於我們的目標線 那這個呢是推桿啦 那我們要如何去讓你的桿面方正 也就是希望推桿會比較好檢視 檢視看到因為桿面是很正的 你可以很仔細看到你的桿面 還有這個瞄準線90度 瞄準線以及你的站姿線是平行的 你的桿面 瞄準線跟你的站姿線是可以呈90度 可是大家往往會在鐵桿設定的時候 沒辦法確實的去方正自己的桿面 那我們該怎麼樣去做能夠確實的擺放才是方正的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當然推桿因為很好瞄準嘛 因為推桿它是很方正的 然後這個瞄準線 因為桿面是否垂直與你的這個站姿的部分 那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果今天我們換做成是鐵桿的話 該怎麼樣去擺放下來可以去檢視到 我們的這個站姿跟你的這個桿面是否是能夠垂直90度的 我們可以先看到一般有些球桿的設計 我這邊今天準備了三支球桿 我們先看到第一種類型的球桿 它在桿面 這個我們是這一條條是我們講的就是溝槽 通常許多球桿在溝槽的最下面這一條 都會畫成是白色的線 就是要讓我們可以看到在擺放的時候是否是垂直的 我這邊會近一點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嘿! 這是第一種 大家有沒有看到在最底部的這個地方 前面它上面這幾條都是黑色的 然後在最下面的部分 會是呈現白色的 那如果各位在看不清楚的情況下 其實呢可以在最底部的位置上面 用奇異筆或是mark筆 可以把它畫加深它的顏色 所以會像是這樣子 OK 所以可以在擺放的時候 當你在瞄準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比較 嘿! 這樣擺放起來 會是比較清楚的 你可以看到你的乾面 是否是square的 關閉 或者是打開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各位可以仔細看到 我現在拿另外一支球桿 你有沒有仔細看到 球桿它的勾槽線以外 兩側 就是這個地方 沒有勾槽線的兩側的地方 其實可以很仔細看到 這兩條線 可以去平行我們的腳步站姿線 其實是很好對的 像我這邊還有一支比較 卡拉威以前比較經典的一個球桿 它就可以把乾面畫得非常的方正 像是這個 嘿!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可以看到 在這兩邊 它加上了線跟底部 我們可以確實 確確實實的很清楚看到 我們的擀面 是否方正以外 有沒有辦法垂直我們的 站姿線 以及 旁邊這兩側的線 有沒有平行我們的站姿線 如果 像現在因為設計的球桿 都是比較 現代化為了好看 所以 在擀面的設計 一般都不會看到太多的線 所以各位其實可以拿就是奇異筆 或者是一些白板筆 在上面畫上線 像是這樣子 畫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呢 各位其實可以在擺放擀面的時候 自己就能夠可以很確實的 在瞄準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自己的擀面 這樣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擀面是否確實的 是不是關閉 或者是open 我的這兩條線 有沒有平行我的站姿 也可以看到 我的肛 我的擀面 是否是垂直 跟我的腳步站姿 是90度的 謝謝各位 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 有任何疑問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 掰掰 掰掰